2013年新北市欢乐耶诞城的活动 在今天正式的起跑了 副市长李世川也表示 今年的活动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尽情市民朋友拭目以待 另外主办单位在今天邀请了 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李林参加 永家乐有线电视公司也表示 今年的活动将全力的配合之外 同时也邀请了新武泰林的收视库 都能够踊跃前往共襄盛局 迈入第三年的新北市欢乐耶诞城活动 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节庆之一 就在副市长李世川以耶诞锁时 打开城门的瞬间 包括樱桃小丸子还有海绵宝宝等等 都是大小朋友最喜爱的 这些可爱的造型娃娃 竟然都是由各局市主管亲自打扮上场 来为这场活动助阵 整个场面热闹有趣 事实在在新北市 我们元宵节到平溪地方天灯 夏天的时候我们到过苗去看海季 最近秋天的时候我们到万里去出万里县 那冬天来到我们来看我们的欢乐的黑旦城 我想我们观光景包括今天有这么多的 我们所有的媒体的参与 今年绝对每周都有很好 很有大卡司的 各位可以来这里欢呼我们最好的这一个鱼蛋甲 我们让今年2013年爱你一生 跳到明年的2014年爱你一世 让我们的鱼蛋甲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我也在这里邀请所有的今年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一个美妙 而且有看头的 豐富的每周都有的鱼蛋甲 大家来欢乐这个快乐的鱼蛋甲 新北市欢乐鱼蛋甲活动在今天正式起跑 特地邀请有线电视系统业者黎琳参加 台湾大宽评永家乐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王静文表示 对于今年市府扩大办理 本公司将全力配合赞助 尤其在推动社会公益事项的部分是重点 并且也承知邀请金武泰林的收视户前往工乡盛举 各位亲爱的永家乐的收视用户 那今年的新北市府根据往年三年以来 延续都会举办一个欢乐鱼蛋甲 那这一次呢 永家乐也特别配合新北市府这边呢 赞助了一连串的一个活动 那这一次有扩大举办 那希望呢 我们新庄五谷 泰山林口的收视户呢 能够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同乐 那我们以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观点呢 我们也会每一年都持续的 赞助这样类型的一个公益活动 让我们新北市的民众呢 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欢乐的一个Christmas的假期里面呢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场地来跟大家参与 为期45天的活动 主办单位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也首度公开今年的叶旦动画影片 提前带来欢乐节庆的祝福 至于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内容 敬请拭目以待 永家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